之前有位外国小哥脑洞大开 将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卡罗娜死神辣椒 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想看看这老鼠是否会吃辣 结果让人意外的是 小伙在板子上放了一大堆死神辣椒 竟然全部被老鼠给吃的精光 一点残渣都不带剩的 由此可知这动物们也爱吃辣 而且还非常的会吃辣 有了上面这位小哥的前车之间后 后面这位日本小哥更脑洞大开 他要来测试螃蟹们是否会吃辣 日本小哥为此特意准备了四只螃蟹 以及一颗巨大的卡罗娜死神辣椒 物品准备齐全后 日本小哥就将死神辣椒给丢进了螃蟹家中 小螃蟹们见家中来了外来物种 个个都不敢轻挤妄动 纷纷都往边上跑 生怕被这个火红的东西伤到了 直到五分钟过去后 其中一只螃蟹上前来试试水 夹下一点辣椒就往嘴里塞 咦 味道还不错 于是又紧接着来了好几口 旁边的螃蟹们见没有危险后 也开始纷纷挤上前来尝试 你一口我一口 螃蟹们吃得香极了 甚至为了多吃一口 螃蟹们还差点打起来了呢 吃了一会儿后可能是辣感来袭了 螃蟹们停止了吃辣椒 躲在一边静静地承受死神辣椒的魅力 估计此时螃蟹们的内心是崩溃的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